爸爸不准我讲日语 你讲台语 都要讲台语 因为有一天 我们在外面就是讲日语 朋友们都是日本话 那有一天爸爸发现我只能讲 我们只在讲日本话 他说不行 回去故乡跟阿公阿嬷 不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从那天 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个什么 他们愿好说是 小孩子回来了 我肚子很温 跟妈妈说 我那个最大日本话就是不足 他不理你 不理我的 根本不理我 我跟哥哥说 怎么昨天听得懂 今天听不懂 跟他商量 以前我们讲过什么什么 不一样的话 来说一下 妈妈把对药了 什么东西都出来 我们两个人就知道了 在家里就讲这个月 我不晓得是台湾话 然后在外面跟日本人 讲日本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